赛照爆 手机放车内 爆炸 这辆休旅车的仪表板烧到整个凹陷变形 挡风玻璃也爆了 有一台休旅车停在路旁边 那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突然车子挡风玻璃开始冒烟出来 玻璃剁掉开始冒烟 那附近民众跟我们报案做火烧车事件 本来还以为是有人纵火 不过消防人员发现 车里有只烧焦变形的手机 烧得蛮严重的手机 所以我们怀疑是手机的问题 消防局调查 这个月2号 这辆车的车主将手机放在仪表板上 下车时忘记把手机带走 当时刚好是日震当中 气温超过摄氏32度 车子经过烈日曝赛 车内就像个烤炉 有摄氏60多度 手机里的电池因为高温膨胀 电池短路 最后在车里爆炸 每年夏天一到的时候 有时候民众都会习惯把手机 或者是一些可燃性的 非发性的一些像Light打这种东西 放在车子的仪表板上 有可能产生一个燃烧过高温 或者是爆炸的现象 董新闻再也不敢把手机 留在车上了 报道 向苹果爆料最有利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金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月数最高前三名 就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 我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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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捐款